28House日日,每日樓市 夕阳,28House找楼App,赞助播出 市政报告之后的入市情绪 似乎没有市场狠得那么热烈 上周末开售的两个新盘销售不过半 连看长线的投地气氛都沉了下来 在13年天荣站之后 最后一次有港帖项目是零标书 东冲冬站一旗 早前录得32份二项书 结果全部都缩沙 继东冲冬填海区的官地楼标之后 不过一个月再楼多次 成为今年第六幅的楼标地皮 新盘累积了大量供应 不投地、不申请预售 可能都是合理的策略 同时其他新盘都开始展开其他部署 当中有行地的晓柏峰 今天公布楼书 预计明天开架和开示范单位 这个盘全盘分成两座发展 楼高22到23层 合共提供492个单位 标准楼层提供由开放式到三房 实用介乎185到接近500尺 预计关键日期在2025年9月底 楼花期长大概21个月 楼书也提到的 业主需要分摊旁边邪宝的维修责任 也有部分单位会受到大厦外场的灯饰 或者广告牌光线影响 晓柏峰的门牌位于西洋塞北街456号 实际位置位于深水堡大埔道 经黄筑街转入去的项尾 旁边有单栋的丝楼 宜景峰 沿着大埔道行去太子站大概是8分钟左右 也都可以经石杰美街去到石杰美站 都是行8分钟 项目向东就是主教山前配水库 就是单位可以望去一个永久山景 就以项目的A座为例 面积比较大的两房连衣舞间间隔 都是安排在右手边 就是东南方位 A座的标准楼层 一层有12个单位 全部都是开放式厨房设计 以及三合一的合并楼台 另一边出现一款特大睡房的一房开极 位于A1和A12单位 长型睡房以双堂门分隔 面积接近有90尺的睡房 两边有窗 平面图特别指出 有一楼以上的同款单位 在中间有一个类似大柜的陷入式装置 在房间的正中间 几乎等于分成两间房 在B座都有三款单位有类似设计 同样在九龙市区 还有其他新盘部署 不过就属于早期造势 似乎还要再观望其他新盘的走势 才决定到价钱和开售的时间表 由翻身商下起家的鹿峰集团 转工住宅市场 头炮盘就是位于旺角洗衣街的Elise Park 今天命名请了明星来造势 项目规模不大 提供52个单位 预计楼花期只有7个月 将会在明年6月份交楼 这个楼盘的单位面积 介乎240到440尺 主打两房 占全盘共一半 其次就是一房有15间 另外还有9间的特色单位 发展商就预告 最快月底到下个月初可以退售 减压之后 减压之后 大家都会觉得整个市场都会觉得 20,900多元 比起同区去年推出的新盘 开低2,3到2,7 代理据估计 项目可以凭着低价和下网优势 吸引年轻买家入市 以花园城市命名的玉林 室内都融入了大自然元素 17楼以上超过1300尺的单位 里面特别获出大约50尺用来做温室 是一个半开放式的空间 可以为种植花草预留地方 为了增加大宅气派 这一层缩职做两伙 两个单位都做了独立升降机 可以直达单位 也都做了入职的圆关位 住户可以在这里摆鞋 甚至设计鞋柜都不成问题 但是就要留意 不要阻挡到分别通往大厅 和厨房的两道门 这些单位在首批未有推出 金批主要推出12楼以下 主打的三房户型首批有17间 折实1200几万到1700几万 落一盒有六伙的两房间 位于四室是494尺 望向窝打老道 受到繁忙的街道影响 所以就成为了金批尺价最低的单位 再加上开职上没那么好洗 入门口就有价值大约152万 至187万 占地85尺的女字形圆关 预计摆了鞋柜之后 都还有不少空间剩 豪宅盘今批都有小量的细积简 包括三伙一房和四伙开放式 致实大约530万至587万 美女把望向窝打老道 只要开吩咐 高力识装 opportunities ank着 打老道 对